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很久沒有出現的主持 舒黎 I am 贏者 既然這麼久沒有出現的話 當然要說回 要出現一下 那固然已經出現了 可以說再見了 拜拜 其實在《無雙有播》之前 都等了很久 其中一集 就會說回這個經典遊戲 就是這個 這個大系的遊戲 《美少女夢工場》 被人稱為附價遊戲 應該是浴城Game的始祖 叫附價 叫鬼附 都可以說電腦遊戲界 浴城Game的始祖之一 那幾年什麼 幾多年 《美少女夢工場》第一代 1991年 實際上 如果我真正開始接觸這遊戲 我會在第二代才接觸到 他都好像出了很多代 據我所知 去到現在是去到第五代 那跟對面附近的 那些 即是收檔 即是收檔的 M.O. 你其實都 M.O.應該是厚 他 可以說他也是下啟 那些類型有關 因為其實我就是玩完第二代之後 我才再玩第一代 你為什麼會去玩第一代 因為其實 早期 當年電腦遊戲 很多都是 我很多時候知道第二代之後 我才知道第一代 然後我就再去找第一代 去玩第一代的遊戲 究竟是怎樣 你找得到也挺好 那當然 91年的遊戲 那當然 就算我玩第二代的時候 都不過是1993年的事 兩年來的遊戲 當年其實又不是很多遊戲 當然容易去找到 美術舞工場 其實你可以說 他由第一代開始 已經是確立了 他一個最主要的遊戲模式 主角的身份就是扮演 由第一代開始 你就是扮演一位 打敗了魔王的勇者 是否理性大魔王 打敗 我不知道 這件事 那跟著 第一代 就比較特別 第一代 就會說 他收養了一個 女孤兒 就做一個養女 那跟著 就會是用一個八年的時間 就會去 將 這些年期 那麼像 有些現在 在做的事 那樣 沒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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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由這個 玩家扮演一個勇者的養父的身份 養育這位 這樣的女孩 由十歲到十八歲的過程 那最終 看一下就是 你養出來的這個 養女 究竟最終會成為一個 什麼的人物 故事 或者一個遊戲的模式 定位上就是在這裏 那當然 這八年裏面 究竟有些什麼好做 都確立了很多 你說 浴城遊戲裏面的一些模式 就好像 其實我們 最常就是 做一些工作 或者是 學習某些東西 會提升能力 即是學習琴 學習法 加點 跳舞 跳舞 整個系列裏面 都無意去改變 這件事 通常 因為玩家的身份 都可能是一些 打敗了大魔王 或者是全世界皆知的勇者 但是 為何作為一個勇者 一開始只有1000G 沒有關係 藍絲系列也是這樣 買了裝備 你當得不行 那也是 其實我覺得合理 勇者是沒有固定職業 應該是很少錢 所以 國王不給錢 很多人很理性分析過 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玩在猴蜜珠裡面 最終勇者都是 那些錢多到用不完 NO 一開始國王給你的 那個箱 好像 咕嚕咕嚕那麼小 那你就糟糕了 如果根據RPG 有些遊戲來講 最後錢的用途是 什麼呢 我們扔出去 即是扔死這個魔王 我們扔 扔這些怪 譬如說 買劍出去扔 那些 最終其實 當然 因為關乎遊戲設定的問題 不可能一開始就給你這麼多錢 你去養你的女兒 那你的女兒其實 都要做童工的 那其實這個 好慘啊 用童工的意思 哪一方面的 其實是 整個遊戲裡面 有一件比較特別的事情 就是 勇者是有得出糧的 每一年 一年 是二年計的 你的出糧科學 這麼大 每一年就會 在一個王國裡面 就會說 因為你是拯救了這個世界 那又有一些類似 出糧給你的 人工 即是你當是 其實這間裡面 是一個崩塌死的 只不過是一個 即是客社會收保護費 即是一年 一年給一盤隔離一次 那些錢 當然那些錢 大部分人 粗略估計 其實 你女兒做一個月的工作 其實已經是 抵了你那份人工 即是那份人工 其實沒用 即是起初 證明你女兒 賺的賺錢很多 其實那個感覺 好像大富翁一開始 過起點那些二千元 沒錯 正確就是這個感覺 其實 在八年裡面 只要做到八次量 這個傭 這個傭子很慘 這個傭子就是 打贏之外沒有 當然 因為本來 剛才剛才也說過 其實 因為是要 培育你的女兒 那你的女兒 除了 因為一開始 錢不夠的情況之下 當然 你女兒就要 拋身出來 做啦 做什麼 你說些 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當然 其實你說 本來 這個遊戲 初出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 都有爭議性 會覺得 同工法 同工的問題 當然 最後 就不料了知 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 當時對這件事 都不是太大的反響 而且這遊戲 就不是說些什麼 不是十八級遊戲 十八級遊戲 如果你的戰後 又沒有那麼大的反響 但是那個年期 我覺得 有一點點 工作方面 其實都很少工作 開頭可能 可以去教會打掃一下 去農場幫忙 或者去一些 幼兒院裡 照顧小朋友 我又不明白 這裡 為什麼勇者 自己不會做 不要問這個問題 要女兒去做 要女兒去做 十歲小妹 去做 其實 如果你不說的前提 是勇者 大家是很無懸念的 哈哈 你一說完 就說 勇者那麼厲害 為什麼自己不去做 可能殘廢了 打完之後 但勇者整年 就只是靠 中環金告 生果金告 他完全不需要做 放心 那麼像香港那些 操縱未成年少女 那些 又未去到 遊戲裡面 又未去到 很真實 因為其實 裡面的支出 費用 全部都是關乎你的女兒 你是不包括在內 你的食材 不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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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解開的 可能是勇者 自己要做事 然後給租 那些 沒有說到 當然 因為不得不提 一件事 就是 在遊戲裡面 除了勇者 玩家的角色之外 還有養女的角色之外 還有一位 就是 在那麼多的力量裡面 都必然會出現的 管家的角色 多怕你真的答我屁股 有管家 真的要付薪金 沒有這件事 有沒有這樣的設定 沒有這樣的設定 他好像不收錢 那麼好 他表現方式 都不重要 只不過是管家的角色 即是遊戲的指引角色 告訴你每一項的指令 究竟他的功用是什麼 或者每一項工作 即是很NPC向 即是教學 剛才說到工作方面 其實工作方面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可以做的工作越來越多 可以順帶一提 好 正常 順帶一件事 一些夜生活的工作 最多 陪著走 陪著走 或者跳舞 在舞場上跳舞 那些工作 大部分 因為其實都可能 受到不想太多元靈的關係 通常都是16歲左右才可以做的 其實大家聽到這裏 可能有點奇怪 或者什麼 但日本這些事 其實都可以正經 所以不用怕 在八年的時候 除了做事 提升能力之外 提升能力 用來做些什麼呢 當然 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 扣仔 蛤 真的嗎 因為其實 由於是很特別的一件事 第一代或第二代 都沒有這麼明顯 第一第二代 只不過提升能力 其實叫做 引發一些 發生 例如可以引發到什麼 我要學芭蕾舞 可以引發到什麼 咬到腳 通常如果去學習 第一第二代 最常出現的是 一個叫做 敬敵的事件 當你學到某一個程度 那個 跳舞 畫畫 或者是 寫作都好 他都會出現 一個競爭的對手 女兒 好運動系 對 都會出現一個競爭對手 給你 跟你做一個競爭 通常 每一年那個人的能力 都會提高 你要去打贏他 你就要去提升 提升那方面的能力 會不會通常 育成有些遊戲 譬如說 某幾年 某些時間 會有些比賽 是的 通常每一年 自己作比賽 通常 這個就是 在每一年 玩家出糧 那一下 通常都會有一個 叫做 收獲制的 制片 在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 比賽 去參加 你可以因應 你的女兒 培訓了她 一個什麼的能力 去參加什麼 項目 而拿到之後 會有些錢 獎勵 或者有些道具 是的 通常說 但如果道具的話 見道具大多數 都是沒有作用的 沒有作用 那你以為做什麼 收藏 蛤 會不會有些裝備 那時候 第一代有沒有裝備 第一代沒有裝備 因為第一代 裡面還沒有導入 一個所謂的RPG 指定 第一代 你說 裡面的很多東西 都很有念 都會說 這八年裡面 你做了什麼 最終 你做到什麼 究竟 那類型成為 什麼職業 或者 他會和什麼人結婚 等等 大小的東西 這個應該都是他這隻遊戲的特色 就是多結局 是的 多結局的特色 這個也是 都是說 秉承回 浴城遊戲裡面 很多時候都是說 很多不同的結局 你去看看 你究竟想 你養的女兒 究竟 最終達成一個什麼方向 帶了出去 所以不是嫁了出去的女兒 所以 遊戲裡面 可能因為 關乎了這句關係 所以有一個叫做 附加的結局 最起碼的結局 即是關到你事 所以就可以 是的 就可以關到你事 即是水又不是潑進去 是淋到自己的 在港第一代 第二 就是這麼多代裡面 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 這個原話 原話 除了第四代 是用這個 天歌殖人之外 這個 妹妹公主的 這個 Princess Lover 對 人次的 其餘 其實全部都是由 尺尺效尾去畫 當然 第四代 其實也很大爭議 為什麼要找 這個 天港殖人去畫 這個 待會再看 去到 第二代 其實 某程度來講 我覺得 《美術門場》裡面 在第二代 第二代 真正是 一個最完整的版本 在我玩的 很多遊戲 都是由第二代 開始 最成熟的 第二代的內容 的確是 無論 你說 在一個 浴城元素裡面 或者探險元素裡面 都是 在歷代裡面 我覺得 是最好的一代 我想起三個 很相應 因為通常第一代 尤其是 新系統 或者新遊戲 風格來講 第一代 剛剛是 設定 第二代 你想 第一代 經過玩家 比如說 給一些 留言 第二代 改回這些 系統 或者再加多些 東西 通常第二代 系統就會成熟很多 而第二代 第二代 其實都秉承 第二代 玩家擔當的角色 都是一位 用者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為何是很clear 就是一位 公共食用者 我有一個問題 第二代 重新開始過 沒錯 因為每一代的故事 都不關聯 那也好些 不過劇情 多怕他 十至十八 然後下一個 又十至十八 多怕是這樣 然後玩到最後 第六 第五代 可能會有個八十歲 不過這種浴城遊戲 我想劇情 不是佔一個主導 背景 你可以說是一個遊戲的背景 但因為他每一代 都會 已經是一個新的遊戲 所以其實 劇情 不是那麼重要 但這個模式 它會固定 其實因為本身 你說美雪孔場 它裏面的背景故事 其實它都 擺在一個比較奇幻的故事 的設定裏面 所以 其實 通常玩家 都是擔當的一個位置 都會是比較 除了一萬一代 那我這個蛋漢才說 這麼奇幻的夜生活 有 有多奇幻 不知道 那第二代 第二代 剛才也說過 是一位孤獨的勇者 他是很可愛的 這個字 我不知為何 一開始片頭 是說了幾次 總之 你當作是樹齡 有 第二代 裡面確立了 其實 一件事 小孩子 就不再說 你撿回來 通常 不是生的 都不是生 通常 由第二代開始 都會說 是一些 二代 第二代 就是由這個 星星 什麼啊 冷靜點 天上的星星 第二代 神 就賦予了一個 瞬結無下 他也是用這些 類似的 又有 國王 又有夜生活 又有聖聖 還有聖聖 什麼 我剛才也說過 第二代是最完整的一隻 包括 因為本身是他 移植的數量是最多的 由當年你說DOS版 遇植到 這個 平台數目最多 對 XP版 都再移植 其實都未計算其他平台去移植 當然羅掌和方向數量 他都是歷代裡面之貫 究竟他這個有什麼優勝的地方 PM 就是 美術猛場 簡稱PM 美術猛場 對 不是 因為 很快回答你 加入了很多 你說是 禁情 禁情的交流 因為第一代裡面比較缺乏 就是一些對話性的事件 父親和女兒 故友的日常 會怎樣去培育兩個之間的 信任的關係 因為第二代 會加入了很多 女兒會有反患期 心理描寫一點 如果你買的時候 可能讓他去很多打工的地方 不正當的場所 不正當的場所 那些地方 他會變壞 其實我們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可不可以當作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 父親的角色都是 好似 嚴肅一些 第一集就很秉承 這種風格 就是 你回來了 我回來了 你學什麼 所以 就是正正一點 第二位 就好像 母親少少 可能加入多一點 或者關心一點 而第二代的重點 其實你可以擔任 其實每個月 都 因為這個是遊戲設定的關係 你每個月都可以 和你女兒做一次對話 一個月才一次 遊戲設定 適應的角色 還是一個嚴肅的角色 他是有選擇項 對 選擇項 就是你怎樣 和你女兒去說話 這個都會直接影響到 你女兒對你的信賴程度 為什麼我會用信賴程度 這個字去說 本身 這個數字其實是看不到的 看得到的 或者之後歷代的 內置 不是很出名的隱藏數字 怎樣才可以看到 你只能夠用秘技 開出來才可以看到 這一系列的參數 即是你開過 那當然我開過 因為有些達成 某些結局的條件 就是這個參數 不知道到多少 因為如果 譬如說你 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 譬如說玩了 玩了很久 然後到盲門一腳 咦 為什麼不夠 還有他這一集 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通常 一些浴城的指令 通常我們按完之後 只會出一大堆的文字 告訴你 比起數值 加了多少 而他這一代 特別的地方就是 之後每一代都有原用到的 就是在他訓練的過程 加入一些小量的動畫 在裡面 就代表究竟說 他究竟在這個 好像你父親都去了那個 觀看 觀看究竟 那個女兒學習成怎樣 的情況 你可以由那個位置 看到 每一次 每一次 訓練 究竟大成功 失敗 當時應該是大成功 大成功 他都會有個 你會在那個角色的動作 裡面看到 究竟他是不是 達成一個極大的成功 我記得 就是玩某些遊戲的時候 就 比如說 打死了碗碟 打爛了碗碟 這就代表失敗了 就代表失敗了 但是這些 挺有趣的 對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 培育的過程裡面 不會令到 玩家會覺得 不單單 只是一個文字訊息 對 你好像是看著 女兒的成長 那個感覺 這件事也挺貼心 我覺得 而你說第二代裡面 另一個特色就是 那個角色 那個女兒始終是 十歲到十八歲 始終會長大的 而裡面的 角色的 樣貌 都會隨著年齡 老去身高 而肥獸也會有變化 肥獸也有 沒錯 即是變成Daru 或者變成Otalo 我沒有這樣的設定 不好意思 不知道 你說肥獸 肥獸的設定 其實肥獸的設定 其實是 挺特別的 我覺得在第二代裡面 就是 因為本身 美術廣場裡面 都有很多 所謂的複式的東西 而 第二代裡面 設定的東西 有些衣服 過肥 是不能夠穿的 是個女兒過肥 還是你過肥 當然是個女兒過肥 難道你穿什麼裙子 我 蘇格蘭裙 都會 放一些 女性 喜歡扮漂亮 即是你可以說 即是有些Barbie元素導入 可不可以算 有的 其實應該這些有的 所以不得不提一件事 在秘技裡面 是有一套 二號來說 秘技的人 你都很討厭 一套 很特別的衣服 被稱為 國王的新衣 竟然是這樣 而這套衣服的價錢 也是全遊戲裡面 最貴的價錢 多少錢 對比其他衣服 還沒說 一路都是樹齡的目標 當然不是 這套衣服 通常最貴的 可能是十多萬 通常是破表 九十九萬 九千九百 這套衣服 就是要五十萬才能買到 等於平時的衣服 五十幾套 差不多 因為最貴的衣服 最貴的衣服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在活動 才能買到 好像有一套 龍之近身衣 他又是誰 誰是龍之 誰是龍之 龍族的龍 OK 那你女兒要跟一個龍族的少年 發生感情 感情 交流 不 我都不想 我都不想說你一字 為什麼 怎麼說 怎麼說 被人太有幻想力 你明白嗎 你究竟說什麼遊戲 來吧 又可以各人的新衣 有的 龍之近身 龍之近身 但是繼續 其實你說在遊戲裡面 三的設定 其實是一些加能力 就是一些能力上的提升 當然不會是很多 因為最主要都是靠個女兒本身的數值去決定 那件衣服 但是你可以選擇嗎 什麼 你現在可以什麼 自己訓練 哦 就是數值 就是數值參數 那件衣服 其實好像是一些 可能出席武會的 一定要有一件 見得下人的衣服 那你固然要買 有這些衣服 那這些就是出席不同的場合 都有不同的衣服 那有些衣服就比較戰鬥向 就好像之前提及的 什麼戰鬥向 龍之近身衣 其實是一套海鴿來的 其實有 手程度就是一套 緊身衣的海鴿 你在玩什麼 是 繼續 OK 剛剛提到一些冒險的元素 因為其實第二代最大強化的一件事 就是 加入了RPG成份 在裡面 就是出去打怪 對 就是有一個叫做武者修行的項目 譬如你訓練一個女兒 在一至十天裡面 是進行跳舞的 其實很快就過了 因為只要看畫面 經過 加了能力就算了 而武者修行的十天 就是你操控你的女兒 如何去不同的世界裡冒險 哦 異世界冒險 當然 所以 正正就是 這件事 美少夢中長二 其實很大幅強化了 就是 戰鬥向的能力 以及 比較久就像畫畫 跳舞 這些比較靜態的能力 就分開了幾種 那就直接開闊了另一個遊戲範疇出來 沒錯 所以其實第二代的遊戲內容是很豐富的 如果 正常第一次接觸這個遊戲的人 通常武者修行 你都是畫不得多 因為 最主要始終來說 你要個女兒嫁得好的話 或者是 懂得認多的話 除非有些特殊的需要 戰鬥向的能力 是不需要的 其實 不是太需要的 沒錯 除非你特地畫那邊的結局 你要找個好男人 你叫他去學什麼 台拳到空手到來幹什麼 所以 他也知道 這類能力 不是在遊戲內 主導性 或是去到很強 應該引發最多Event 所以無論是第一代裡面說的 所謂的收學制 那類不同的Event 他的報酬 亦都會比其他人多 即是引你到錢方面 引你去玩那邊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剛才說 美帥門那場都不得不提 就是你女兒到18歲的時候 如果跟某一個角色 即男角色的好感度 去到某個程度 通常Event 就會談到 他跟那位男角色 就會結婚 很正常 而第二代裡面 我沒有記錯 大概有一半的結婚對象角色 是要靠武者修行那邊 去認識到那個 就像剛才所說的 一個龍族的少年 可能穿著龍之緊身衣 去結婚 CG畫面是 你穿著龍之緊身衣 那裏叫做龍族的認證 竟然不是穿婚紗 原來現在輕結婚是穿緊身衣 而婚紗就是跟王子結婚才是穿婚紗 那就糟了 香港有這麼多王子 原來 那你說好像剛才說 一些異議 其實你說 就會提升一些 因為臨力方面都有提升兩樣 就是很簡單的分類 戰士型和魔法型 你可以向魔法師類型去發展 但我有個問題 為何經常叫你女兒 去打你的勇者 你角閒罪 你角閒罪手指 一開始我們已經 沒有心灸 這個問題是 你武者修行 武者修行 其實不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養女 不是叫你自己武者修行 那你去幫阿拖也好 或者你有修行 或者在其他地方打一隻大紅 而在武者修行模式裏 其實大家不需要擔心女兒是會死的 一定不會死的 最多回家 那女兒如果被人 拘捕了 之後 剛才也說過 我們有一位管家的角色 管家的角色其實一直都跟著女兒 很像神七 如果一有什麼事的時候 那管家就會出現去幫忙 衝出來秒殺 秒殺 秒殺 就是救你女兒回家 即是他爸爸都是不知道做什麼 那女兒看電影 對 其實有受傷的系統嗎 有的 有肯定受傷的系統 其實已經是 整個 受傷很慘 我記得是受傷之後 未來一個星期什麼都做不到 對 是會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而且可能會令女兒心情變壞 對 所以什麼疲勞值 你就不要去爆表 對 剛才夜人姐都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疲勞值 因為在遊戲裡面很容易討論 女兒是不可以24小時 都不停學習 不停工作 即是你不可以操死她 對 所以你都會適當地編排一些休息的時間給她 其實跟很多經營向的SLG都很相似 應該都是從這裡走出來 而你說 她本身就是她在休息方面 都放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即是好像就是 如果她在休息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休息好像都分很多種 對 其中一種最基本的休息就是 睡在床 放個女兒出去 她自己喜歡去哪裡玩 有時間 就不用付錢她 不用付錢 這種是不用付錢的 但這些通常就會是 走的不太好 對 還有一種就是 給零用錢的女兒 給錢她出去玩 這個就好一點 好一點 還有一種最浪費錢的行為 就是去旅行 去旅行才去休息嗎 對 旅行不太累嗎 不知道 沒有你這麼現實的問題 可不可以 總之很簡單說一句 你不想花錢 效果就不太好 你花了很多錢的時候 效果可能就 一夜由98 跌到來 當然 你說最貴 剛才說的旅行 會根據不同季節 會去不同地方旅行 會出現一個不同的CG出現 即是要儲齊 即是要去旅行 無懈你覺得好像機首第一代 不說 算 那這套 事實不一樣 這套 其實就好像 剛才說的結婚 那件事 通常在這套 在美術舞工場裡面 有一個很基礎的設定 一定有一個叫王子的角色 王子? 不止一位 好像不止一位 不 從開始是一位 通常應該說人類王子 一定會有一位 人類王子 你還有什麼種族的王子? 之後說 情話 這個可以 這個 狼 通常在遊戲設定裡面 物形的設定裡面 通常都是說 跟人類王子結婚成為公主的話 是最佳的2S 第二代裡面 不知道第二代裡面是因為什麼原因 加入了一個很奇怪的情 你可以不跟王子結婚 你可以跟王子的老豆結婚成為王子 救命 原來富家不是最厲害的 有富富家 這個設定就是 因為他在第二代裡面 有很多所謂的人類關係的東西 那我知道很多18禁 都想為什麼會這樣走出來 我未見過有富富家 這件事 和王子的老豆結婚 還有一個另類的中逆ending 就是 當你女兒的所有慘數的數值 爆燈 接近爆燈 在一個數值以上 都很高水平 其實 你就可以奪取整個國家 成為這個國家的女王 哇 蛤 蛤 OK 那個時候有繼承嗎 你知道繼承的 意思是 你爆了一周幕 然後將 沒有周幕計成 沒有周幕也很可憐 這樣也很可憐 你要所有數值去到頂峰 你又不能繼承 很難 因為這個遊戲 我都玩過接近 玩過十幾次 哇 哇 很多ending 我都試過 很多上 我試過很多 在不用秘技的情況之下 這個條件是有可能達成 但是你要對這個遊戲 非常之了解 知道什麼時候 應該配什麼能力 做什麼 因為那時候 某些 event 是特定的日子發生的 通常那些 event 以普通遊戲而言 那些 event 通常加成的數值 比較多 以一種為何 當年有很多男性玩家 就是因為 他有很多 我某程度 叫做 少少service 其實 你好像說 永依那些 這個是之後 都沒得 控制的數值 唯獨第二代 有得控制 可以控制女兒的三維數字 沒什麼問題 就是可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瘋胸丸 有瘦身藥 那些 可以改變女兒的身材 而是可以在 角色裡面 但是它對於事件的進行影響 會不會有什麼 如果你和惡魔結婚的話 身材好是其中一個條件 隱性條件 所以不是應該這些 那些道具就是課 但是很唯獨 只是很唯獨那個 event 你只可以說是 嗯 所以在第二代裡面 可以被譽為 是浴城遊戲裡面的大成作品 你可以說是 即是 基本上後面很多 後續的遊戲 或者是其他的 參照這個遊戲 就會用回這些 很多都是用回這些類型的 或者是改一點點 但是它的 base 那個系統 都是這一種 我覺得它的繼承 應該好一點 否則很容易變成 這個一version 的大大角 再去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繼續 一次去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繼續 再去到這裡 咱我們下次繼續 一次去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繼續